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宝研究室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 让客户开口说故事 原来财务顾问不是只做分析 欢迎康淑林 赖燕嘉讲师 康淑林IA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 资深会员 赖燕嘉 IA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 资深会员 各位华宝研究室的好朋友 大家好 相信很多的RFC会员 在取得RFC之后 都很希望能够运用财务规划 在行销上面有所进步跟突破 在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能不能够取得客户的信任 而这份我们所取得的资料 做出来的财务规划报告 到底能不能够成为 帮助客户执行财务规划 甚至进一步能够成交的工具 在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如何让客户自己愿意 开口来说故事 在这当中我们要取得客户的信任 其实第一步就是在我们自己 个人乃至于团队的品牌定位上 必须要先做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的RFC会员 在实际运用RFC品牌经营团队的实际案例 其实去年底大家就知道 今年受险业会一个很大的变革 就是我们说RFC要上落 对那再加上我们之前有几位伙伴 有先上过RFC课程这样子 那这几位伙伴有发现呢 他们大概半年一年之后 我觉得整个绩效跟能力 大大的提升 对那就会让我想到说 其实今年受险业这么大的变革当中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课程呢 让单位呢 受到个人的品牌跟团队的品牌 当位对于今年的整个走向 我们不断的告诉大家 一定要走向财务规划这样专业的训练 那在面对未来的挑战 他才有更多的客户 那我们一开始 其实在四位伙伴去上这样的课程嘛 后来结果我们将近40位去包班上课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会很担心 因为我们去年决定要包班的时候 那时候能力大概50多位 对50多位 那等于将近四分之三五分之四的学院 都伙伴来上这样的课程 所以呢 我们要离经两个月的课程 然后再写报告 对 然后再考试 那这是我们在经营团队的过程当中 一个领导人最担心的部分 就是伙伴没办法专注 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在今年呢 一到五月份 跟六到八月份的两次竞赛呢 分别都获得公司的疾风 那我们的人力也从50几位呢 到目前呢 将近90位的伙伴 所以我们年底大概会破百 对 那因为今年的状况又比较特别 经历到所谓的疫情 对对对对 然后保单的改版 对对对 那我后来发现呢 我们几次这样的状况 对伙伴的绩效呢 跟各项的指标 其实影响是不大的 甚至表现得更好 那其实我觉得 包班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 我觉得因为团队 这个班呢 都是自己的人 那我发现上课的过程当中 大家比较认真 然后课后呢 大家在研讨的 时间也比较多 最有记忆的就是 有一次我们在写 要叫报告 那我们团队伙伴 也利用假日的时间 然后大家呢 一起来研究报告怎么写 然后大家真的非常认真 去找个案来做研讨 然后来做报告 可是很特别的是 真的我觉得R系这样的机构 真的很棒 我觉得教师呢 跟所有的像会 这个协会当中 每个人都非常用心 我透过协会的北兰经理 他跟我说的报告当中 其实哪个部分呢 其实可以写 哪个部分可以再修改一下 那我知道呢 其实如果真的 报告如期 然后通过审核 那其实我相信 未来再走财务顾问这条路 我相信会走得更顺利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透过这样包办课程 我们团队整个氛围 跟零距离是更强的 那对于专业这一块呢 大家更有信心 因为对单位的整个训练 更有对单位认头感更高 其实在做报告 我们有一些伙伴 已经开始找客户 做了那些报告 其实他们都有分享 他们真的是透过报告 成交一些case 而且case还不算小 我要诚意的建议大家 我觉得真的 RVC这样的课程 真的非常适合我们在授权 这个行业 想要永续经营的伙伴们 他一定要拿到这个执照 而且呢 更好的状况是 如果团队可以起来 报办上这课程 我相信呢 团队的邻居力 跟团队相信力 甚至团队的品牌 我相信你在自己公司 甚至在同业当中 我觉得你们 这个团队一定可以八贯八乐 透过刚刚 康淑林会员的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 他希望说能够 透过RVC的认证 来提升整个团队的 一个专业品牌的形象 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整个保险市场环境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团队长 会更加的重视 团队品牌文化的一个经营 那么从刚才的分享 当中我们也看到 他们团队的伙伴 有许多在参加RFC的培训之后 取得RFC的认证 也在他们的绩效上面 甚至在整个团队的人力上面 都有相当出色的成长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他们团队伙伴当中 在实物运用财务规划 在做行销上面的一些 成功的经验 各位滑宝研究室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富邦的燕家 我想每位财务顾问师 都有自己经营客户的方式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案例 如何做好身份定位 及品牌经营的方式 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刚开始从事保险衣的时候 我讲我自己的案例 其实我们富邦的训练是非常扎实 大概前两年 其实我都是以保障为主 比如说医疗险、长照险为主 记得有一次去拜访一位企业主的客户 在聊天的过程 其实发现他有税务和退休规划的需求 可是我这时候发现 我自己的专业非常的不够 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 那当然客户也是给我几个建议 就是其实可以再往这方面发展 于是在回来的时候 然后有个因缘聚会 我就是参加了一个RFC的国际财务司的认证 学习的过程 我自己也提升了自己的专业 让自己的定位是财务顾问师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受贤顾问而已 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在回来的时候 有跟单位的出租馆来做个分享 大概我们现在整个单位 大概有三十几位财务顾问师 我们定位是我们是财务顾问师 然后加强客户对我们的信赖感 那第二点呢 我们来谈谈如何经营客户 过往我们在经营客户都是比较随性的 没有一个系统 那透过我们富邦呢 系统化的方式来经营客户 比如说客户的生日 这个系统会跳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及时来跟客户来做一个互动 另外还有一个举个例子 像我们单位其实都有办一些软性的活动 比如说羽球 那我们就会邀约客户 来跟我们一起参与 然后提升健康 这样子其实对客户来讲 除了健康之外 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跟他来做一个很好的互动 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活动量的部分 刚刚第二个部分 我们有谈到就是怎么样跟客户做软性的互动 关心啊 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核心价值 就是跟他谈跟保险有关的事物 那我刚刚举我去拜访企业组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就会跟客户讲说 其实最近有学到一个比如说税务的课程 或者是信托的课程 让他产生兴趣 然后去跟他分享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是想要销售他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会觉得我们的专业提升了 帮他解决问题 我觉得将朋友约访的方式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透过活动量 还有拜访量 让我们产生稳定的绩效 那我这边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有客户呢大概45岁 他是在百货公司认识店长 年收入大概150万 跟客户的关系就是前同事 那我们怎么样一开始去了解他的需求 激发他的兴趣呢 其实我们会透过像28000这个简报 从这个简报呢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客户的担心 比如说有四个担心 像突然离开 家人怎么办 收入中断自己怎么办 退休金或小孩的教育基金 从这样的方式 跟客户在做探寻的时候 我们会了解客户的担心和需求在哪里 了解客户需求之后 其实我们并不是马上提建议书 有上过RFC课程的就知道 我们会有一个财务分析的报表 包含资产负债表 还有现金流量表 还有保险保障的部分 让客户自己了解自己的财务体质 试着去跟客户讨论他自己的财务目标 这时候我们就不只是单纯的业务人员 只是会提供建议书 而是让他了解我们有什么工具 可以完成他的财务目标 最后我们要回归到我们之前所讲的品牌定位 就是让客户正视我们是顾问 产生亦师亦有的关系 让客户摆脱我们对业务员的既有印象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透过刚刚两位会员的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实务运用财务规划 以及RFC所学的专业上面 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行销上 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除了我们学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 以及专业认证品牌的一个加分之外 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在平常跟客户之间的经营互动 其实都还是我们做业务的一个基本功 也唯有跟客户之间 我们有更高度的信任感 也才能够取得客户的财务资料 进而能够协助他们来做好财务的规划 今天客户愿意信任我们 提供我们更正确的财务资料 相信对于客户财务状况的掌握能够更精确 当然更有助于我们在行销上面成交 最后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IARFC协会 我们在大中华区今年已经满20周年了 为了感谢一直以来许多会员对于协会的支持 我们也特别会在11月16号 透过线上网络直播的方式 来举办20周年会员感恩座谈会 在这当中我们也邀请了几位资深的会员 来分享他们参与完RFC的学习 以及食物的运用上 他们的成功经验及心路历程 一定不能错过 更多活动资讯 请见下方活动资讯栏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华宝研究室我们下次见 以上是本周的华宝研究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追踪我们的社群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